小编觉得每次告假期都是追星一族的狂欢 每天有充足的时间为自己的偶像爱豆打榜投票 追剧刷热度 还可以实地应援勘唱唱会 多么完美 当然了 除了我们每天沉迷 在爱豆偶像的美颜才华中不可自拔之外 我们的偶像们其实也在默默地开启他们的追星之路 来一起看看你的偶像是怎么追 你偶像的偶像的吧 首先是近几天刚刚结束了帝国五周年演唱会的王源 前一天还在舞台上唱跳不停 第二天晚上就马上出现 在五月天的鸟巢演唱会上 王源一秒钟化身五月天小歌迷 荧光棒摇的笔旁边的歌迷朋友们更加卖力 大明星和小粉丝的转换也太快了点 不过看得出来演唱会体验非常嗨哟 这边王源在演唱会上追星不亦乐乎 同一时间的白静婷 也是完成了人生的追星梦想 他和偶像詹姆斯终于同台了 就这个眼神 半秒钟都没有离开过詹姆斯的身上 一眼半年的节奏 最后白静婷还拿到了和偶像的合照 这个真的是人生圆满的有目有 看到白静婷在微博底下的留言 活生生宛如一个低智商的追星儿童 仿佛看见了小编自己的正式写照 不过能够追星追成这样子的 连偶像的官微都知道 这么一个粉头头的存在 白静婷也是算是追星一族里面很成功的了 其实邓伦表示 自己也是隐藏很深的追星一族 邓伦喜欢的偶像是张韶涵 他打死都应该不会想到 陆格杰就这么毫无准备的和偶像面对面了 看到这样的邓伦 有没有觉得这就是你 没错 这就是你 双眼在散发小星星 然后表情自我控制失败 内心其实是已经在狂笑了吧 哈哈哈哈 吴磊和张若云两位也是很捧场 为了满足邓伦和偶像的冤枉 做起了摄影师 我说邓伦 今时一点好不好 你也是有粉丝的人了 小编是非常能够明白 粉丝见到偶像在面前唱歌的心情的 真的 就像朱正廷看见张杰一样的心情 在最近的某个颁奖典礼上 当张杰上台表演的时候 台下的朱正廷完全就是打鸡血状态 嗨个不停 演唱会既是感 后台还收获了偶像亲自拍摄的独家照片 应该也算得上是非常圆满了 货架少女101的赖美云 也是不止一次的在镜头面前大声承认 自己的偶像是华晨宇 华是表白华晨宇还只是日常 我们追星女孩们的终极梦想 就是可以和偶像来一次亲密接触 赖美云就做到了 献杀旁人 偶像的怀抱简直 就是对追星女孩最直接的暴击了 这下子做梦都会笑醒吧 你还知道明星有哪些有趣的追星事情 欢迎来告诉小编优 图元朗路 有意请联系后台